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年度重要活动 2021六堆秋收记系列活动 即将在10月23号正式登场 活动还特别邀请到客家委员会 中孔少副主委正式开通 实在好玩乐秋收手游 开放民众下载体验 这款手游结合了六堆十二乡区 人文地景 祭典 产业等特色 透过猜题 配对 点击 抓取 博博等游戏方式 让年轻族群透过游戏 认识六堆与客家环服记忆的方式 我们秋收记最主要这是一个传承以来的活动 那今年刚好是六堆三百年 也是我们文化园区的开源十周年 那今年也是我们秋收记的第六年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些的纪念的日子 办理一连串的活动 最主要就是要邀请大家来我们客庄十二乡镇来行聊 要行聊就是来我们这边慢火慢油慢食 我希望能够透过客庄的秋收记 这一个秋收让这一个丰收的日子跟大家共同分享 他把秋收来做下 秋收来做下 不管那些感应不同的出局 欢迎来到欢迎来我们客家来做客 今年适逢六堆三百年庆典 即六堆客家文化园区十周年 特别以贡夏来做客为主题 规划一系列谢天环服祭仪 客庆丰收开幕式 客庄走疗游城 农村主题体验 野餐去 露营体验 星光路跑等三周假日的精彩活动 让朋友们以不同方式体验客家文化 畅游六堆地区邀请大家共同来做客 也共同请丰收 以上新闻由夏伟记潘少为采访报 正式登场哦 野餐统地和野餐统地 所有乡村的特别有带他们的 这个是特别乡村的 代表农村 伤心的时候 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 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追优 投降